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网址聊中坦克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一局游戏如果没有坦克 那就没人充当前排吸收伤害 这样就很难赢的对局 那么SE4赛季哪些坦克才是最肉最能扛的呢? 一起来看看 3.白起 白起虽然在团战中很难被敌人秒杀 就算是被拳殴也有可能逃脱 但这并不以为他是最肉的 来被秒杀的主要原因还是他的大招嘲讽 如果大招用掉了就变得很容易被秒 因为白起虽然扛伤能力还是比较弱的 2.项羽 项羽在技能重做之后 免伤能力提升了很多 这个英雄只要操作的好 完全可以让对面的输出大大降低 就算对面激火攻击也很难杀死项羽 在团战时拥好被动 就能吸收更多的伤害 为后排创造出更好的输出环境 1.张飞 张飞的生存能力在所有坦克中是最强的一位了 张飞的生存主要是靠他的大招 大招一来完全可以无脑开团 不管对面怎么打都打不动 大招拥有强大的护盾效果 而且还有眩晕控制 团战正在前面扛伤害 后排只要躲在张飞后面安稳的输出就可以 也只有这样强大的护盾效果 才有着最弱坦克的称号 各位小伙伴认为 S1次赛季最弱的坦克是哪位英雄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